朋友们好,今天我们会进入当元食认识营养餐点 在上一堂课中我们学习了小食 小食,我们可以把小食分成三大类 那就是绿灯小食,黄灯小食和红灯小食 绿灯小食是属于那些健康的小食 它的营养素是非常高的 然后糖分脂肪是比较低 所以它比较适合作为日常小食 比如说有水果啊,蔬菜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绿灯小食 然后黄灯小食虽然是有营养的 但是它含有不少的脂肪、盐、糖或者是人造甜味剂 所以要注意进食的数量和次数哦 这个食物黄灯小食的例子有 巧克力牛奶、巧克力甜甜圈、饼干等等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红灯小食 红灯小食的营养低 而且它有较高的脂肪、盐、糖和人造甜味剂 是很不健康的食物 所以这类食物应该少吃为妙 红灯小食有汽水、薯条、薯片、冰淇淋等等 所以在这一堂课中我们将会学习以健康的方式来吃小食 这还没有开始之前请同学们观看以下的图片 然后说一说想一想你们的饮食时光和图片中的小妹妹一样吗 如果你是那位小妹妹你会怎么做 对了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妹妹 她觉得妈妈煮的麦片粥太淡了 所以她想多加一些酱油 这样才会让她的粥更好吃 然后哥哥看到这种情况时 劝妹妹不要再放酱油了 因为吃太多的调味品会对我们的身体不好 那你们的饮食习惯是不是和这位小妹妹一样呢 老师希望你们的饮食习惯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这个小女孩你应该吃清淡的 就是吃妈妈已经准备好的食物 不要加太多的调味品 因为这样对你的身体是无益的 那同学们先想一想 为什么哥哥会说吃过多的调味品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呢 对了 如果是在小食里面添加过多的调味品 身体摄取过量的糖、盐和脂肪 这种调味品不但会造成我们肥胖的问题 而且它还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患上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风险 所以就会危害我们的健康 所以当同学们在选择吃小食时 一定要以健康的方式进食哦 接下来请同学们进行一些小评估 请同学们观看以下的图片 然后请把以下的小食分类 就是把它分类成对身体有益和无益的小食 同学们假如你们是使用电脑或者电话等等的设备 你们可以扫一扫以下的二维码 或者是点击影片下方的衔接 然后进行一些live worksheet的活动哦 我们下来看一下